所以媽媽可能隨時會 對 隨時 因為她現在只是用一種 把呼吸器在支撐她的生命這樣 我就趁那個可以嘆息的時間 就跟她講說 我這兩天 有Anthor在外面 你若有的 你野獵的來 你等我 你等我把Anthor演出 整個結束 你在做你要的決定 父親腦死比植物人更嚴重 徐富凱哭到爆瘦4公斤 你們記得爸爸過年的時候 跟你說過些什麼 電影的話 因為演唱會 我知道你壓力很大 那爸爸 他就打電話給我說 第五個要勞給我 金曲歌王徐富凱 2月4號5號 在外舞銀閣劇院舉辦音樂會 台上演唱時一度哽咽 雖然爸爸人在加護病房 還是特別留了一個位置給他 過年初 8的時候吧 我記得當時我在我間紀元家 就練那個 這一次的音樂會要唱的歌 然後爸爸的朋友就傳召片來 就會看到他就是在地上 在加野地上 然後就是急救這樣子 所以當他可能隨時會 對 隨時隨時 因為他現在只是用一種 呼吸器在支撐他的生命這樣子 如果醫學上來講 可能是植物人狀態吧 可是 可能比植物人更嚴重 他現在耳邊放的都是 我那時候在比賽的歌 因為他們說其實 人呈現腦死的狀態 那個 你耳朵還是會有拼絕掉 我就趁那個可以探視的時間 就跟他講說 啊我這兩天 有安徹在一部尾門贏 你若有的 他也有的來 你等我 你等我把安徹演出 整個結束 你在做你要的決定 那因為我爸爸還喜歡寫毛筆字 所以我要演出之前就把他的心放在前面這樣 他一直叮唸我說 不管什麼位置你都不能驕傲 我知道你很辛苦 小時候 要一直叫你學唱歌 然後你很羨慕其他同學 都可以去玩 但是他說這個是 我為了沒辦法 為了你的前途 所以他才會逼我這麼做 然後 他會把 我看到這一句話我就覺得 你怎麼答應自己的臉呢 他說我跟媽媽會把身體照顧好 爸爸發生事情到現在 好像沒有好好玩完整整的 就是把一頓飯吃完 也因為這個樣子 我也瘦了差不多3到10公斤吧 睡可以睡得好 非常不好 晚上睡覺就是每天都在哭 因為想到你都哭你都沒辦法 我媽媽真的太堅強了 我轉身的時候 我媽媽說 你怎麼哭 我怎麼不哭 你怎麼不哭 我說對啊 然後轉過去 他差不多5秒鐘 有時候我還蠻 蠻謝謝我媽媽這麼堅強的 不用讓我們家人都擔心他 所以今天媽媽有來看 有啊 我媽媽就是那種極度堅強的人說 我還在說 我不會擺時就去 我哭了 我 pens i got 就去 有啊 我g library 我昨天其實很堅強 就是我爸爸想要看的 你唱給他聽做好 怕他半夜來罵我 因為我昨天有點不成 我身上有點嘔吵應該是他昨天造成的 他翻身事情的那幾天 我一直都每天都在祈禱 不管什麼宗教 說去拜拜 或者是任何的宗教我都去做了 當然希望說他有奇蹟出現 每次去醫院看完幾次醫生跟你講的狀況 就是都非常不是這麼樂觀 反而是從那個地方開始慢慢調是說 你要接受這件事情 而不是說你要一直綁著他 他真的沒辦法了 我相信他應該也可以很快樂的去 另外一個世界 然後當天使 我信心不叫的人 有一個海 二所愛 有一個過山 二萬 разв人 天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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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跳里 忍耀 千里 小小 丘 丘 心 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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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丙 丘 丘 丘 丞 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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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TORONTO